哈喽,大家好,我是Nikosui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KLCC的市中心 我身后有Pavillion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新山市中心 其实不是我来介绍 我今天是不是一个来考察的身份 你知道吗,我们在Pavillion这边依照水 我们前面有看到吗 我们的首相 Dato Mahathir 我们的首相是Mahathir Mahathir医生就在里面,来看一下 哇,看到吗 第一次看到它真冷 OK,这边就是我们KLCC的 就是黄金的位置 Pavillion也是超级旺的 海底捞就在楼上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项目 待会我们会去,以我们同事来介绍 好啦,等下见,Let's go Mahathir to Mahathir,拜拜 我们现在来到了Core Residence这个项目 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发展项目 所以我们现在来面我们的同事一下 Hello Evelyn Hello Hello 这是Evelyn Hello 我今天就会开始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呢,Core Residence 它就在TRX里面 然后TRX Core Residence 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有主要是两个发展项目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CCCG跟WCT CCCG呢,其实在马来西亚已经很久了的 它大概有18年的历史 然后在这边呢,都是负责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 例如Binang那里的第二大桥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天海的工程 像我们的Johor有好几个天海工程 都是CCCG Johor也是啊 Johor的利读海岸 哦,利读那个是他的 利读是他的 你经过海边,其实你一看的 刚才有一个CCCG的 Johor很熟 对,然后还有一些马列甲的天海工程 跟他们upcoming的呢 其实有ECRM 就是我们的东海岸的那一条路 哦,东海岸路线也是 对,这样会是他们的project 然后还有KL本身这里呢 就是MIT Line 2 也是他们负责的contract 哦,OK 哇,这样很大这样哦 然后WCT,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啦 WCT是MIT Line 2的一个 construction company 也是under Pavilion Road的 OK 所以你可以过来一下 看一下这边的话呢 其实这个大蓝图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一些他们CCCG 在其他国家有的一些 realtestate项目 像这个呢 是港珠澳大桥 是他们CCCG里面的 一个star iconic的project OK 然后还有LA的 哇,美国都有啊 对,这是他们的project Aero China的Sanya Shi Lanka Port City OK OK 好,接下来呢 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 TRX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不过是Johol的朋友 可能没有很熟悉 但TRX其实在哪一个地区 其实如果你看过来这一面图呢 这个是KL的金山脚 然后目前比较熟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金山脚 要推广 Ralaysia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所以他就把这个金山脚 稍微往南部这里移 所以这边呢 就建了TRX106 Tower 就是目前马来西亚 其实是东南亚最高的楼 106塔 106塔就大概有106楼 它其实106楼 它就是106楼 所以它呢 现在就把这个金山脚延下来了 就起成了 在这边 就是变成它是另外一个三角区 金山脚区 然后大概 新闯文讲到Financial Hub 其实就是一个 Economy Transformation 就是一个经济转型计划 其实我们就稍微推后 往后讲一下 TRX的一个CVD的进展 所以大概是20年前嘛 一下刚起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靠石油出口 来带动马来西亚的经济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在这里 帮帮区呢 就建了我们的双峰塔 成为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地表 之后呢 就吸引了很多外资 陆陆续续的在这一区 发展一些五星级的酒店呢 还有一些 你说的那个双星塔好像 双子塔 对很久很久几年的事情 这个有差不多20年了 20年的时间 对这个有差不多20年了 所以大概是大概是 1900 1900 2000年前了 2000年前 199798年的时候 OK 然后那时候 97年就经济风暴过后的事情 之前吧 应该 就199多年的时候 这个是9多年的经济成长 之后呢 就是石油气之后 他们就延伸下来这一区 Bugin Bintang 那个时候的国家 讲几近话就是 注重在旅游业 所以他就推广了旅游业 在这一区 就你们熟悉的 shopping area 就 Pavilion 就是我们现在的 seals gallery的位置 就在Pavilion旁边 然后Pavilion的附近 就是属于Bugin Bintang 就还有一些好像来 Stahill啊 Botten 然后Fahrenheit 都在这一区 就比较久的可能就是那种 什么卖望区啊 Bugin Bintang 都在这里了 Bugin Bintang 都在这里了 然后这一区呢 就是属于shopping 然后是旅游区 这样子 这一区之后呢 其实就是 为什么说到另外一个转型计划 就是 金融中心啦 之后的就是从 石油出口 然后到 旅游业之后的就是现在的 financial hub 就是我们的金融中心 这个financial hub 其实离我们的Pavilion shopping区不远 从Pavilion走过去呢 其实它是800m而已 走路可以到啊 走路可以到 这么怕这样啊 OK 看起来地图好像很远这样 800m 它就是一个800m的距离 所以走路 其实它是有一个小 目前是有一个小路 然后它是有一个covered walkway 就是有盖走廊 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所以大概也是10分钟不到的路程 你可以走过去 然后这一区呢 其实从Petronas KLCC Area 到Pavilion 目前是已经有一个covered walkway 就是有盖走廊 就是有盖走廊 然后是ekon走廊 连通了 所以之后呢 这三个地方会连接起来 成为Sunder KL最大的一个shopping district 之后我会跟你重点介绍一下这一区 为什么要说它会是一个shopping district 因为这是一个总和发展项目 然后它这个区呢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有橙色的line和青色的line 这两条呢都是MRT line 然后青色的呢 其实是MRT line 1 红色的是MRT line 2 MRT line 1已经两年前已经好了 已经在启用着了 所以MRT line 1呢 它其实四个站就会到Kal Central Kal Central Kal Central是一个transportation hub 就是一个转换站的地方目前 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地点 之后呢 如果Line 2好了之后 它两站可以到KalCC East 然后两站下来这里呢 是另外一个大型的总和项目 就搬到马来西亚 搬到马来西亚 就是那个高铁那个箱目 对高铁箱目 因为高铁箱目现在目前还在弹着嘛 所以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 可能年底或是明年就会开始动工 那就会从新加坡直上这里的话 是一个小时15分钟 就可以到Kal 重新到位置上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会是一个很活跃的地方 然后它通过来这边 都让它知道这一站呢 也是两站而已 所以这一条line是叫MRT line 2 Line 2 是好聊的吗 目前在建工 已经在动工的了 已经建制了 所以大概是完工会在两年之后 大概是2022年完工 所以目前也是一站 就可以到Buggy Pinta 如果你连来十分钟都不想走的话 其实一站 你可以到Buggy Pinta Station 所以就说如果在这边 在这边住的话 那如果要Champing的话 一站过来这边就可以Champing 你不想走路的话 你就其实直接搭一个站 走路也是蛮靠近的 对 对 因为我们的项目完工之后 也会是在MRT完工以后 才会好 所以当我们的项目好了之后 所有东西都已经Ready了 所以之后Umove过来 这个是 哇 这个就是106楼的这个TRX OK 所以这个整个项目呢 其实整个TRX的项目是一个70云亩大的 一个大型中和计划 对 这个中和项目呢 Integrated Development 它里面呢 包括有offices 然后有住宅 就有办公大楼 住宅区 酒店 跟一些商业的retail shop 这样它的50%的第一段呢 是用来起办公大楼 30%呢 是住宅区 10%呢 就是酒店 另外的10%就是retail 所以我刚才讲的10%嘛 你现在往这里看的话 中间地区呢 它有一个Diamond Ship 这样子的一个青色的区域 就是这一边 对 这个呢 其实它是一个公园 公园 然后对 这个公园呢 它的其实是整个项目的一个重点设计 它主要是以一个 Pub in the Mall Mall in the Park的concept来打造 这个公园呢 其实它是一个shopping mall的顶楼 它下面呢 是一个四层的 对 底下是一个四层楼的shopping mall 然后这个park呢 就是大概有十个air 个那么大 BKLCC的park还要大 BKLCC的park还要大 OK 然后它已经有规划了 上面会有一些可能 sport的area 然后是给你做一些open air concert的地方 然后还有之后呢 GSC会进入进来的 GSC在这里呢 它会把它的那个红毯啊 就是那种brand opening 或是preview的event都会做在这个park 因为它这个 GSC会在这里开它的cinema OK 然后呢 里面呢 会有一个sable from Japan的一个department store 它会 是它这边的anker channel 已经confirmed了 对 所以它之后呢 会带进大概500个brand to 进来这个mall里面 然后out of that 500个呢 会有一百多个 会是new to malaysia的brand 因为malaysia从来没有过的 是一个很新的brand to malaysia 主要它是想要区分 提案这边的mall 还有bukitpintown 还有KelCC 所以就要给它们一个就是 不同的一个shopping experience 所以它会有不一样的 brands 所以这个shopping mall 也是在已经是在同一个期段一起完工还是 它会比我们的项目还要早完工 就先完成这个主宰过后才到这个shopping mall 没有就是shopping mall会先完工之后才会到那个主宰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键好了 过后楼下就有shopping是已经可以 你就可以在你接进来的时候 你就是MRT也好了 然后shopping mall也好 然后shopping mall 我也要大概介绍一下是说 它这个shopping mall的规模会比pavilion还大 这个shopping mall大概会是2.2个million square feet 然后pavilion大概其实是1.2左右 它算起来差不多是两倍大 两倍大pavilion我就觉得好大了 还两倍大 它比pavilion还要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总统的形成项目 所以它有office 除了office 除了因为它是整个项目 整个地段大概会有30栋 然后30栋里面会有10栋都是office大楼 其中目前的地标性就是这个106栋 对到刚才一直讲这个106栋 其实它是什么来的 106栋目前是我们马来西亚 也是全东南亚最高的office大楼 它只是做离心雷拉 它是出租没有卖的 然后目前呢 有20多楼层已经是租出去了 已经有租户了 我在外面看起来它是已经完工了 它是已经完工了 然后目前呢 因为其实从去年 它其实是去年10月的时候 CCC就是公立 然后要交付 然后可以开始找Tenon进来 然后本来呢 应该会是在一年头的时候开始 陆续会有人买进去 但因为是MCO的版型 所以有一些delay 但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做装修了 开始陆续有人买进去 但目前呢它是20多层楼而已开到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这样开放出来租出去 所以目前是开到20多层楼 OK 然后目前呢 这一个TRX106的office tower呢 是全整个KL目前租金最贵的 啊租金最贵的啊 租金最贵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新的 然后也是一个super A-class的office tower 它比KLCC还要at1 7点 所以它的租金基本上比KLCC还要贵 所以基本上如果office在顶楼上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了 不要KLCC的美学 其实不需要 因为其实我等一下有一个影片哦 可以给你看一下 就在你50多楼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完全KL的圈景 50多楼就可以看了 50多楼就可以了 目前它其实在50没有意外的话 50多楼中间有两层 它是做一个fine dining的restaurant 目前还没有开啦 因为主要是他们还要 OK 免许把它进去了之后才会开那样子 是 106它是已经完工了 然后免许有人住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已经起好 在使用这的是Predentia大楼 Predentia大楼 Predentia的公司也是已经进去了 目前有2000多个人 我在里面上班 嗯 之后呢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如果你有从Jalan Dunrasa那里 驾车经过的话呢 基本上如果你有用Max Dunrasa入的话 这两楼你应该都不陌生啦 他们基本上已经起到楼顶了 目前是在 嗯 还在楼顶着啦 所以有HSBC 跟Affin 这两个呢 就是他们 马来西亚这边的楼库 啊 之后都会搬进来 嗯 ok 因为现在目前HSBC的楼库库 另外都不在这里 他们之后会搬进来 所以这个是已经 好了跟 正在建造的 其他呢 就有一些酒店跟 啊 啊 Core Residence的大楼也是有 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 啊 做Launching 所以我们就不去 Mention他们的名字 嗯 所以其实本 整个Arian Natural Prudential Affin HSBC 啊 106塔呢 其实是一个 啊 Mulia印尼的公司 负责的 所以Mulia也是总部 会搬进来咯 然后之后呢 中间跟那边 六栋呢 其实是澳洲的公司 Lend List的公司负责的 ok 嗯 所以很多 Core Residence就是这一栋 这一栋就是Core Residence啊 所以刚才我讲到嘛 整个TRX 其实它有一个MRT Line 所以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其实MRT 就在这里 MRT站在这里 所以你看得到的 蓝色呢 是MRT Line 1 红色这条呢 是Line 2 Line 2呢 需要两年后完工啊 Line 1是已经在使用当中 嗯 所以这个Line 1和Line 2 interchange呢 是其实整个 MRT Line 1和Line 2的 唯一一个转换站 嗯 所以其实每一条Line呢 其实都概括了 大概有 50个km长 然后每一条Line 都有大概32 32个35个站 所以这30多个站 就总和起来 大概有60多个站 这个站是唯一的 interchange ok 所以将来呢 它可以带入很多的Food traffic 进来就是人流啦 可以增加这边的人流量 所以这个刚才蓝色线 就是你讲的去Bukit Bintang 是吗 一个站到Bukit Bintang 一个站去到Bukit Bintang 对 一个站下来就是Bukit Bintang ok 然后目前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繁忙区域 因为它这个地段呢 其实就是你进入KL的其中一条主要的大道 嗯 然后目前呢 除了Jalan Tun Raza 是围绕着它以外 就是Jalan Sudan Ismail Max Highway Smart Tunnel Smart Tunnel 是我们的精明隧道 那个地底的精明隧道 所以目前都是在它的市周围 OK 然后他们其实现在也在做一些工程 是把它有一个做一个链接 就在地底做一个新的出入口 像Smart Tunnel 目前呢它只有一个出口 在Jalan Tun Raza 跟Sultan Ismail 之后呢它会再建一个出口 是直接穿进去地底 啊 TRX的地下的B区 它其实地下B区呢 是一个交通网络 就是Innering Route underneath那个TRX 整个project 所以它之后就会把所有的大 主要的开位 串下去B区的楼层 然后你从B区之后 上来就可以直接到达你自己住宅的地方 或者是Shopping Mall 或者是其他的建议 所以像如果你已经穿进去B区之后 上来这里呢 以上就是B2 我们的Parking楼层咯 我们的Parking是B2 B1 然后一楼到六楼都是Parking 因为我我好像刚才有经过的时候 这边好像有一个很出名的 什么安基沙堡集团是在这里的 对它其实在这一区 就是在这个I楼这里 OKOK 所以走路其实很方便 所以这边基本上是I楼 所以这样子的他们就没有 没有什么感到 其实最前面这一边呢 它主要是这一边只有 然后后面一点都是属于比较老厂的 比较一些 起来灯的那个点心 是在这边 点心的 它是比较I楼的 所以高层的话 可能也大概10楼 所以它这边的景观 是其实很开洋 然后再下来这里一区 那些就是 我要靠想象力了 这边要靠想象力 就远近的话 以后的话 你可能会看得到B1-B1 另外一个高楼 OK 另外一个高楼 对 这边要靠想象力 另外一个高楼 所以这一边的话呢 它就是对着106塔 跟中央公园 这边呢 就是unblock view的 就不会有楼 这一边呢 其实是完全是开放式 看得到106塔 跟中央公园的 OK 然后我们的在三楼的地方呢 其实有做了一个 Pling Bridge 可以Connect 我们的condo 我们的apartment 去了一个park OK 所以目前就是这一边 整个是 大海进来 这个整个master plan 这个TRX 接下来呢 我就给你看一下 我们的 co residence 整个project 哇OK 看那个小小 这个很大哦 对 这个co residence呢 它的总的占地面积是1.65 然后它你看得到 它其实有三个塔楼 最高的呢 我们叫它塔一 第二高的就是塔二 第三栋是塔三 塔三 目前我们其实是没有开卖的 因为这个是之后的一个hotel 啊 apartment 暂时没有开卖 所以这栋是hotel 对 所以这两个栋是residential residential 塔一跟塔二加起来只有580个单位 所以其实属于是在Kelchee 它是属于低密度的住宅项目 然后塔一顶楼是50层楼 塔二最高是444 然后塔一每一层它是有7个单位的 其中的5个单位就是面向 106塔跟那个中央公园 然后另外的比较小间的 就是面向这个我们所谓的Facility Garden 然后塔二它每一面就是有4个单位 所以一层有8个单位 每一个塔每一个Tower它都有3个Lift 然后in between 就中间楼层他们是share用一个Service Lift的 所以刚才你说一层有7个单位 然后有3个Lift 哦 ok 所以它Facility来说 它会有在7楼有一个Facility Floor 跟一个在顶屋50楼的 所以这个Facility Floor 他们也把Residence跟Hotel的Service Guest 都分开来用 就这边的是forHotel Guest的 它的Service Pool跟Gym 然后中间的Garden是属于Residence的 咦 Town Residence的泳池呢 好料都是留给Residence 他目前可能你这里没有办法 顶楼耶 50楼的顶楼是一个 那个那个那个对无边际泳池 哇不好意思我看不到 要坐要坐飞机上去看 对那个就是无边际泳池 跟他的一个Sky Gym的地方 那个那个那个透明玻璃的就是Gym 对那个是Gym的 OK这边就是泳池 对的 看得出 是 200楼 所以它其实每一个单位呢 都是受一个停车位 喔一个停车位 对 就是最小的那个 一房都有一个停车位哦 都有 OK 这 那它的lobby是在 lobby其实在前面 这边进来lobby 它其实是lobby之后进去 它会有不同的那个lobby for residence 跟hotel是分开的 像它的警车位啊也是有分开 for hotel guest 跟residence 都是有分开的 已经有allocate好的 好明白 它总共呢 其实我们有七个内套啦 最小的是从624方式 最大的呢我们1022方式 ok 然后它的1022目前是三房的 已经卖完了 就是三房还卖房 三房卖完了 那小的小的话还有 对 我们有一房一加一 两房二加一跟三房 那目前三房是没有了 所以现在是下的就是 这边的现象有点奇怪 因为在我们那边通常是 小的先卖完 这边把它大的先卖完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们 其实这边的情况也都会这样子 就是主要的话的项目呢 都会是以小房或是中小型的房子为主 是 大房的数量都不多 其实主要是因为它大房的数量不多 然后需要找大房的呢 就选择就比较少了 所以大房卖的比较快 其实 其实 以数量来讲的话 就因为它是少量 所以它卖的比较快 其实其他的也是卖的很快 只是因为我们每一个楼层可能 同样的layout有稍微比较多间 但因为大房的话 我们整洞只有那一间 所以就整个项目只有四十多间 是三方的 所以已经卖完了 那现在我们是 我们可以我们目前呢 其实因为有七个layout 然后我目前showroom呢 有两个layout 我们可以先进去看一下 这两个呢 是属于starbuy的layout starbuy是什么 就是非常推荐的那种 主要推荐的两个 然后也卖的非常火红的 我稍微在这里停一下 目前这个 要大概介绍一下的是 这个呢 就是一个fait recognition的一个assess 因为可能不是owner 所以它scan不到 这个呢 它只要一秒钟 如果你是owner的话 一秒钟 它就能够scan到是owner 它就会帮你开门了 这个呢 会放在lobby的大厅 就是说业主 只要一经过一秒 它就直接开门了 对 你不需要用assess card 但assess card也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security access system 只是这个呢 是additional的 ok 就是如果只要 免布扫描 对 这是起立刷年的时代 只要刷脸就能 可是现在最近戴口罩还放到 像说走口罩不行 对 所以目前呢 我们这边呢就有两个 示范单位 其实这边这一间呢 是整个项目里面最小的单位 就是624房 是一个 一房一侧的 一房一侧的 对 ok 可以给你看一下 好 所以刚才我有介绍到那一个嘛 这个intercom system呢 也是会包括在这个屋子里面 然后这个项目 我们交付的时候呢 它是属于 很大screen 可以打电话吗 对 可以打电话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接通电话 可以做一个video conference 还可以send message 打电话 打电话是下面 还可以live view 可能是从楼下 这样子端上来的 对 mando station ok 它是现在目前它是connect在外面的 我们走廊上的一个 明白 那个相机 这个是电子门锁 对 电子门锁是有包括在里面 是每一个单位都会有 都会有 然后厨房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是已经包括完了 就把这个l shape的ident都有包括在里面 冰除micro oven 然后这个是2&1的washer dryer 我觉得很厚 啊 你是说 电器都有包括 电器这些这些这些都是有的 对 哇 ok 因为一般通常我们送壁厨而已 这边还送来这种 冰箱洗衣机 那洗衣机还是二合一的 对 有 有 所以 你是说这些全部原装的 都是这样这样子的 对 包括这样 这个design 对 这个是石头版 是咯 对 管理就很不错这样 而且它design很喜欢它 很modern的感觉 简单这样方 嗯 像客厅的话呢 基本上因为它其实 哇 这个电视机不会说也是包的吧 没有 哈哈哈哈 好大的电视机 这些属于可以移动的家具 家具就没有包括在里面 主要的就是一些竹柜啊 跟大型的家电 但是电视机没有包括 OK 这边是客厅的部分 这是客厅的部分 嗯 然后你可以发现哦 它其实整个格局是很释放的 所以它其实也尽量的把所有的空间 都 好 这个这个就是看出去吉文波那个风景 嗯 其实它因为这个单位它有两个景 它其实一面呢 是会稍微可能对得到KLCC 那你也知道KLCC附近这里高楼比较多 是很多 所以有可能是看不到 然后它是它的面相是 OK明白 是对着那条西西塔 但 行 看不看得到那个是 以后再说 再说 有可能会看不到啦 然后这个房间 嗯 也是 基本上就是可以移动的东西都包括 但是橱柜是有的 啊 橱柜本身就是有的 橱柜本身就已经有给了 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个男跟女用啊 都有包括在里面的 男主人没主人的方式 然后地板呢 这个是属于Engineering Timberwood就是什么的 OK 然后这个厕所呢 其实基本上你看得到的都有 包括在里面 我进去看一下 哦 看得到的全部都有啊 哇 就是这个镜子 镜子都有包括 哇 还有这个打灯 这些原装的都是这样子 都没有 都没有 但是KLCC自己主张 像这个Shower Screen 然后Greenhead Shower 都会有在包括里面 然后我发现就是原装的套 就是像这样子的包装 就是像这样子的包装 很爽 这个橱本身也是有的 橱本身也是有的 橱本身也是有的 它是有一点像是很酒店式的感觉 很酒店式的感觉 它是酒店式的厕所设计 马桶都是不一样的 平时很少介绍马桶 这个也要看一下 所以房间的话也是采用地板式的 我发现就是地砖的时候这边有 对 这个也是属于Tals 它其实是marbleTals 它比我平时一般介绍800x800 还更大的感觉 就是长型的感觉 对 这个应该是400x600 400x600 对 很大片 OK 整体感觉看起来就是 Luxley的感觉 Luxley Luxley 对 所以接下来 我介绍你们另外一个示范单位是2加1房的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这个就是我们重点的一个设计 因为这个它其实面向106塔跟Central Park 所以它的这个也是一个热卖的一个单位 2加1 其实2加1 OK 925平方尺 它是2加1房跟两侧 2加1呢 其实是因为有一间房间是比较小的 它是需要 你可以拿来做 那个study room 或者是一个work room room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你可以做很多的设计 转换 刚才没有注意到这边的这个是什么 它把灯 其实呢 这个呢 目前这个房子呢 他们已经把它设计成是一个smart home system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smart home system 但因为这个是其实没有包括在里面 这个是这个是有设计的 但是这个是它的设计 就是如果要装的话 可以另外另外自己安装 因为它的infrastructure 已经是ready for smart home 这以后如果屋主搬进去 他们可以选择是自己安装 或者是交给发展商帮你另外给你组装一个配套 那个是配套的话可以在另外商盘 哇所以这一款看起来进来感觉空间更大哦 对这个就是925方式 嗯 然后呢它是二加一房的 一样刚才的厨房呢 这个厨房的部分也是全包 但是桌子就没有啦 这属于移动式的家具就没有 明白 但这个L-Shift的橱柜 然后冰箱呢 就比刚才的还要大 这冰箱两个门的咧 对 我喜欢 OK 然后 阿温 然后这个也是two in one 阿温好像比刚才更大哦 对 嗯 喜欢做面包烤蛋糕烤的这边都有 一样的洗鸡 对 然后这个鱼也是 电炉 它是三个头的 那边的是刚才是两个的 这个都比隔壁的还要大 OK 嗯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客厅的空间 然后他们呢 这一个设计呢 他就把主卧跟小房 这个第二房间呢 就分开来 所以有稍微小小的一些隐私 所以这个是主卧 这是小房 对 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 你就把小朋友放去另外一边 就不会吵到 我们先看小房先 主卧我们重点就在最后 OK 可以 所以这个呢 就是第二间的房间了 然后房间呢 这是可以容纳一个双人床 双人床 然后出櫃是已经包括在里面了 对 忘了问空调呢 空调是属于 Centralized and Con 就是像上面这样子的 就有点像酒店似的 很Hotel的感觉 但可能有一些顾客会担心说 Centralized会不会像是那种酒店似的 就你整栋的 就你一开就整个房子的 Acon都要开 但这里没有哦 这边的话呢 它是Centralized 但是它是Speed Unit 所以它每个房间 客厅啊 跟你的所有地方都可以分开的 控制那个冷暖度 所以是OK 它是分开 但是是Centralized in the OK 明白 然后这个呢 就是厕所 跟刚才那边的一样 厕所所你看到的呢 都有全包的在里面 包括镜子啊 还有Shower Screen 哇 还不错哦 嗯 跟我们新山的不太一样 高级哦 OK 咦 我们的女主播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想说往前面换一圈 OK 所以这个呢 其实它是直通 能够来到这个小房的地方 这小房呢 目前它的设计是打造成一个工作室这样子 对 但有一些的 我们也有一些 已经买过了的 那个 那个 屋主呢 基本上它就会把这个 他们也有考虑说把这个房间 就打造成一个单人房 嗯 所以它这边其实我们也有两个 是可以放下一个 一个单人船是OK的 单人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你可以打造成一个单人房 baby rooms 或者是 女生的话 可能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握一握一握 哇 我也太奢侈了吧 哈哈哈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重点房 介绍我们的 主卧啦 主卧 对 主卧这里呢 一样可以放得下一个 它空间会比刚才的房还要大咯 所以它这边也是一样放得下一个 Kingsize的那个双人船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这边也是有两面的橱柜 都已经包括在里面 然后Aircon的部分在楼上咯 对 这样它这个这样子的Aircon的话 这样它石膏 石膏也会 其实石膏呢 它就会在有Aircon的地方铺 像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它的楼顶 现在是其实是实际的楼高 这个是3.2米 是啦 我感觉一进来的时候 是稍微比它高一点 它的没有石膏的部分呢 就是3.2米 大概是10到11尺 10到11尺 然后这个有 它有部分像是厕所啊 跟有Aircon的地方呢 就大概是2.6米 哇 每个大概也是有90 OK 哇 这个厕所呢 重点就像 一个 大一点的房子呢 它的主卧的厕所 都会有一个 複色的一个 很爽 这个很爽 所以厕所就好像 刚刚一个小房的空间了 哈哈 应该比小房稍微大一些 小房 我住厕所还不能住小房 因为这个稍微比小房还要长一点 小房是比较释放的 好 那我们基本上就介绍了这两款了 那应该是这样压版房主要是这两款对吗 主要是热版的 我们热卖是这两款 两款的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 那个layout 是你如果有想要想其他的选项的话 你可以联络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你介绍 看哪一个是比较符合你的需求的 对 忘了问一个就是 这边的物业管理费是 物业管理费呢 稍微这边的话是八毛板 一方 一方 一方式 因为它这里的呢 主要是刚刚我有介绍 是整个综合性的项目嘛 所以它10%的那个物业管理费呢 其实是会拨到整个大型的计划 因为我们是共用整个整个master plan的那个facility 像它的路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facility 像整个financial hub呢 其实它也是在推广着 high speed的那个wifi network 所有的东西都是最最高商 最最最最到时就可能会有5G了 5G 那时候应该会有了 OK 所以应该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OK 那想要更知道更多的详细的话 我们私下再联系啦 这样我们今天就分享到12日子了 拜拜